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出的时候 演技主页都对他很期待 很多网友认为 在第一集中 杨子在剧中的颜值并没有以前那么好 杨子在亲爱的热爱的中 就没有过多的人去讨论他的颜值 但是在这部剧中 杨子给人呈现出来的感觉实在是难以言说 整个人的脸特别大 脸部线条也没有那么好 妆也特别浓 造型也没有那么精致 而肖战被很多人吐槽 表演痕迹太深了 肖战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虽然他有很高的流量 很和很红的热度 但是 仍然有一些观众犀利的点评 肖战因为陈情令大火 也有一些代表作 但是 关于他演技一直饱受争议 在这部剧中 肖战很多细节上的表演并没有把握得很好 在面对林之孝被父亲狂怼的时候 却只能干瞪眼 并不能让观众代入到角色当中 他和杨子比较起来 演技远不如杨子 很多人还是带有粉丝滤镜去看这部戏 因为都太喜欢肖战和杨子了 所以觉得 他们演出来的戏也都很好看 但是小编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分析 觉得两位主演都是一线的演员 演技应该还可以